AG在各种杯赛的表现很差,感觉上有点像是在摆烂,以至于大家对他们很失望,认为队伍可能连试冠都进不去,不过这次试冠却禁用了14位英雄,这才让部分玩家觉得他们可能会成为黑马,因为禁用的英雄对他们都有利,AG也不需要靠这些英雄来吃分,相反其他KPL队伍却直接丢掉了一个吃分体系,比如很出名的弹弓体系,AG基本上没怎么拿出来用过,其他队伍则是经常拿来吃分, 这一点对AG自然更有利,试冠被禁用的14位英雄分别是,阿科、刘备、菲、杨检、达摩、程咬金、海月嬴政、江子牙、金蝉、成吉、思汗、戈亚、桑、启明、士尹,从这些英雄就能看出有几个都是新英雄,大概率是国外并没有类似的英雄存在,这才直接禁用,而这些禁用英雄,AG玩得都不好,还有艾斯的软斧玩得一般,禁用好几个版本强势的软斧,对他们而言自然是好事,不过金蝉被禁用, 可能是个伏笔,毕竟轻荣等人的不知火舞独一档AG却用得一般,虽然禁用的英雄对AG没有多大的影响,甚至是对他们还很有利,但是有时候硬实力确实硬伤,首先AG的事关大名单没什么大变化,艾斯很有可能会带崩团队,其次上单还是一个伏笔,他的个人能力并不能算是顶尖,最后则是,AG还是太依赖魏央跟伊诺的发挥, 如果事关不是射野的版本,那么AG有可能连正赛都进不去,到时候队伍必然要再次分包离析,不过艾斯既然还是队长那一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,事关要是适合用四保一战术,AG就可能成为黑马。